你看習近平,這個人叫治國無方,弄權有數 對於真正的現代社會治理這個方面 我覺得他是真是,幾乎是完全無知的 他所知道的那一套,幾乎全都是從他的精神導師毛澤東那裡學來的 已故的余英時先生,他評價毛澤東 他說毛澤東是一個百年不遇的混世魔王 像余英時先生這個話可能因為說早了,可能不是百年一遇 我們很不幸的呢,我們在一百年間我們又迎來了第二位混世魔王 按照余英時先生的這個觀點呢,這種混世魔王呢 可能對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益處 你要毛澤東對整個中國人,對他的那些同志朋友們 甚至對他的老師們 但是對他的妻子孩子們,對所有人這樣的人都是有害的 我們也許呢,我們也迎來這樣的一個混世魔王 對全國人來說,對這十幾億中國人來講 我覺得習近平呢,注定是要造就災難的 正對於這九千多萬共產黨人來講 習近平呢,現在徹底的把共產黨改造成了習黨 是的,現在已經不能叫共產黨了 因為現在完全他一個人黨,那麼這個對他九千多萬人 如果哪怕共產黨的人,其實也是,我認為也是有害的 那麼現在呢,假如說對他有什麼期待 我覺得可能是,那位網友說得好 希望他們能夠體面的,有尊嚴的下台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最好的結果 當然,這個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在�ن,我們有很多人來講 其實如果哈哈,可以由小人來說 那邊是有很多人在那種旅行